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現在就是要唱一首歌來慶祝母親節 那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大家一起來同樂 哈哈 這樣是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想個抱 做起媽媽的懷抱 幸福想不到 幸福要抵抗 就這裡我也想跟我媽媽說 祝她母親節快樂 也希望全天下的媽媽都快樂 來一起主持的這位小帥哥 我想問一下明天就是母親節了 你有沒有就是為母親精心準備的什麼小禮物 就是還是要謝謝母親 就是從小房門那打到爸 我們明天就是會去那個餐廳吃飯 會謝謝他一直以來的照顧 我在這裡跟所有媽媽說 媽媽妳辛苦 我愛妳 來這裡媽媽很多 就是當媽媽的感言 玉芝姐 主持人 老師 同學 午安 午安 是雙重身份 我媽媽87歲 我也是人家的媽媽 所以我們就在明天的家長 一樣首先謝謝學長 這麼用心的為我們準備母親節單綱 謝謝你 我當母親五五六年 那我真的覺得當媽媽真的很偉大 就是尤其是在顧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謝謝我生 謝謝我生 對我昨天有說了喔 跟媽媽說母親節快樂 然後希望妳永遠身體健康 我們一起陪伴到老 謝謝 大家都知道帶小孩很累齁 而且特別要有耐心齁 那她剛剛說的謝謝我生 嗯 我因為我的生日跟上級女孩是5月 所以比較吃虧 我們就是母親節跟生日一起過 我兒子打來問電話說 因為她要幫我買那個生日蛋糕 她說媽妳今年幾歲 我說38 我覺得年輕有很多的 有無限可能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我發現對於小孩的教育啊 或是說話的方式 我們都必須得有所改變 不能夠再像 以前拿那個幼稚園那種哄她 騙她趕快敷衍她的那種方式 現在漸漸的要去溝通